兄弟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要发一只扑鼻肘 直接喊你顺风车过来拿 三个月大的扑鼻母狗 直接用这个航空箱都装了 超过三个月的 我们就只有另外想办法了 这个箱子就装不下 如果说你单纯只是想 要一个烧鹿比较好的狗的话 你就直接选择蓝斑 红斑 或者说是普洛铁 都可以 但是想让它有烧鹿 有腰口的话 有肝胃 有肝下口腰 有肝椎 有肝脏 那必须得穿一下这个笔铁 里面要的春虎斑 没得扎门的 这个就是 都没得扎门 春是虎斑有两条没得扎门的 然后这边 这是夏丝 这个只有两个月大现在夏丝 这边还有这边也是扑笔 扑落的 这边也是扑笔 扑斑的 这个夏丝 这个夏丝看起来是乖的 可以当冲物狗样的没问题 但是它确确实实施那个里也全好 而且 扫落腰口的还比较可以 很多朋友都说小狗 就可以看出来以后成不成才能不能成才 到底以后功夫怎么样 这下你们看嘛 这狗以后成年了功夫怎么样 反正我养狗也有些年头了 但是 看我看小狗能不能成才 不能保证这个东西 调小狗你只能说调 你自己喜欢 评演员 但是你不能说 你从小都能看出来它功夫怎么样 它扫落好不好 它腰口重不重 这些都 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本来我说给大哥用那个水果筐发的 大哥他说就用这个航空箱 他说这个怪一点 稍微有点小哈 冬天没事在里面热一会儿去 来 过来 来 过来 血色还是多好的 哎呦 还没还牙 三个月的 进去了 装得下不 得行哈 得行 OK 现在 锅子已经装好了 等到顺风车过来拿 因为不是太远 所以说直接选择发顺风车过去 又需要这个铺壁 扎斗 壁铁 还有瑕疵那些猎圈斗圈的哈 可以给我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